出问题 嘉义这间小有名气的凉面店 除了特色的美乃滋 还加入了自制辣椒油 搅拌后酸甜香辣很对味 没想到也被卷入 这一次苏丹红风波 嘉义就我自己家而已 对了还去年都没用完 老本娘无奈 她购入三公斤畸形胶粉 制作辣油 只用了半包就觉得不对 颜色漂亮 可是我在做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颜色不对 就这个颜色 她的粉红写的最新 而在嘉义这间鸡排摊 使用到验出苏丹红的 香辣十三香跟胡椒盐 共70包 已经用掉了58包 剩下12包紧急回收 鸡排业者 那这个我们查获业者 有一部分已经用完 在台南慈光工厂 制作知名品牌BB辣酱 在各大牛排馆跟小吃店都看得到 现在其中这一款BB十三香辣油 使用精湛跟加广的 红辣椒细粉千里红 有效日期批号为 2026年1月1号 1月21日 1月28日 总共17112瓶 进到全联超市 都下架退货 卫生局紧急封存 就怕招牌商品被波及 业者在脸书澄清 招牌商品的美美辣酱 使用新鲜辣椒跟 凤梨果醋制成 无添加苏丹红 一定要不要吃 不然就是问题很多 好像还有胡椒粉也是 我们就只能自求过 不要吃啦 金融市卫生局也查到 香辣猪肉干回收44包 即兴焦粉做甜粉 下架1240公斤 新北市两间泡菜场 高丽果跟韩蜜 使用到的商品也在追踪中 苏丹红风暴扩大 连小吃店跟日常酱料都沦陷 民众与业者人人自为 三星本综合报道 三星本综合报道